没有显赫的学院文凭 出生在农村的石雕家陈培泽 在辛苦的师徒制中学习石雕功夫 坚持数十年 精挑细着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越石头的外表某种浮佐的那种意味 深深吸引到我 像石头它的表面的那种皮层 它很富有历史感 我会顺着这个皮壳去做设计 然后有一些题材的注入 叫诗性的文学性的东西 我又把它加进来 保持部分食材的原始样貌 在挑科中加入诗的意境 透过线条的掌控 作品呈现出充满现代感的艺术风格 陈老师说 台湾工业需要创意才会有竞争力 所以他不断尝试新的风格 希望从材料的变化和跨领域的结合中 为石雕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传承是延续台湾工艺文化最好的方式 陈老师坚持不断的还有对石雕的教学工作 希望传承台湾石雕工艺发展的命脉 我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器物的文明 其实是靠工艺的手段去承载它 所以我们每一个工艺师 应该好好地把工艺这个部分把它做好 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